好的 主播观众欢迎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因为机车围停又未戴口罩 因此警方上前劝导盘查 没想到一查发现身上竟然有注射针筒 而且还有毒品反应 事发昨天晚上傍晚在桃园正康三街 当时远警巡逢时发现这名男子围停又没戴口罩 没想到盘查后在男子的口袋发现使用过的注射针筒 经测试后有一二级毒品阳性反应 警方立即将他逮捕依法侦办 没想到时隔五小时在正康二街 远警见到一名女子似乎有困难 因此上前询问 没想到他神情紧张 一查发现手机被壳有毒品海鲁一包 带您听一段警方的说法 警方细查才发现被逮捕的这一男一女刚好是情侣 还刚好被同样的远警逮捕 目前全案依法依请侦办 以上是我们讲我的消息 将是在镜头交款棚内主播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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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